神仙打架,却被这个凡人抢了净 真凡人,态度我反复看了20遍 大家好,欢迎收看乌鱼社 我让这张忍嫉妒散一张下面的一大屋 今天为小伙伴们讲一部 奇幻,神话,动作,体育 美国澳大利亚合拍的电影 神战权力之眼 英文名叫 故事讲的是这个太阳神 每天每日每夜地转动这个大齿轮子 通过这个装置拉动太阳 绕着地球转 这样地球就会有白天与黑夜 让人类正常生活和繁衍生息 不仅如此 他还要对抗宇宙外底进攻地球 为的就是保护他所创造的世间万物 工作繁忙分身无数 但他为了人类更有秩序 太阳神还不惜把他两个儿子 害到地球管理秩序 由哥哥生命之神 统治着土地肥沃的尼罗河流域 而弟弟沙漠之神 这用屁股想也是字面意思了 当然是统治荒凉的沙漠地区 就是这样的不平等待遇 让沙漠之神心生不满 忍气吞声地等待时机 而另一边 即便是生命之神 也有生命要终结的一天 趁还活着 赶紧把王位传给了毒子 毒生子 也就是天空之神 这位眼熟不 对咯 詹姆兰尼斯特 妈串台了 神仙这边先放一放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凡人主角 大柱 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小偷 为了参加天空之神的加冕仪式 特地为女朋友小花 透来一件精美的长裙 好大 不是好美啊 然后俩人就在床上 测试了一下裙子的耐久度 再看天空之神 刚经历一整晚的激烈战斗 已经疲惫不堪 但为了今天的加冕仪式 女友爱神 精心帮她打扮了一番 掐指一算 良辰及时已到 加冕仪式就正式开始了 先是由老国王生命之神 发表了56分钟的开场演讲 接下来就进入了关键时刻 新国王加冕 但这时沙漠之神的到来 彻底干凡了全场 突仅带领军队占领了城市 还同时了老国王 并当场宣布自己才是新的王 那天空之神能忍 你同我爹我不干年 话说天空之神 直接变身一只大鸟 跟叔叔沙漠之神 一决雌雄 利用他那鹰的眼睛 占据了些许上风 但沙漠之神早有准备 一刀刀强光偷袭鹰眼 就这样 天空之神败下阵来 还把他能拥有神力的鹰眼 抠了出来 并要斩草除根 怎么还变味了呢 此时爱神跪下求情 希望用自己 换天空之神的一条命 沙漠之神一脸吟笑 哟哼 还有这好事 于是饶了天空之神的一条小命 不是抠我眼珠子钱 你说多好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沙漠之神当上了国王 接下来的一年里 反对他的众神 也一个个付出了生命 而天空之神 也被关进了老国王的墓穴中 百姓更是民不了省 力气大的男人抓去干活 大的女人抓进了王宫 小花就是其中一个 大柱经过一年的计划 终于流进王宫准备救出小花 而小花为了解救全人类 却有一个更大的想法 那就是推翻现任国王沙漠之神 救出天空之神 助他重新登上王位 首先要找到天空之神的鹰眼 才能让他恢复法力 于是大柱利用小偷的职业便利 混进了国库 找到了一颗鹰眼 大柱和小花急忙带着鹰眼逃跑 正憧憬未来的时候 被追兵一箭 扎熊了老铁 小花醋 大柱带着鹰眼交给了天空之神 并求天空之神救小花 可一只眼睛一半神力 根本不够救小花 大柱为了救小花 只能继续协助天空之神 夺回另一只鹰眼 但单凭两个人目前的实力 也打不过沙漠之神呢 更别提抢回另一只鹰眼了 想要消灭沙漠之神 需要银河之水 来浇灭他的力量源 沙漠之火 可银河之水 却在太阳神的飞船下面 所以天空之神 只能来求他的爷爷太阳神帮忙 太阳神却说 我的一天够忙的了 别跟我没事找事了 世间万物均平等 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吧 这可你说的啊 那我可灌一瓶银河水了 然后俩而返回到了人间 准备前往沙漠之神的力量源 沙漠之火 今天就让你们见见识 什么叫兰迪斯特有债必偿 中途遇到了沙漠之神 派来的不少追兵 什么牛头人 什么黑白巨蛇 但就算一直演的神力 干他们也是绰绰有余 爱神得知天空之神逃了出来 也逃出来跟他们会合了 就这样一行三人 找到了智慧之神帮忙 因为沙漠之火 有一个强大的门卫 必须要打对他出的题目 才能让人通过 但智慧之神不傻 他不想与沙漠之神作对 所以拒绝了请求 你就是怕答不上来那道题 学霸你们懂的 最怕激将法 就这样一行四人 来到了沙漠之火神殿 也遇到了那个门卫 不愧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智慧之神 一次都没打对 最后还是靠大助的提醒 终于算是打上来了 门卫也遵守规则 放他们进去了 可是刚见到沙漠之火 就中了埋伏 沙漠之神早就预料他们会来 倒掉了银河之水 又毁掉了神殿 让他们自生自灭 主角光环可不是盖的 没错 三人顺利逃了出来 并且毫发无损 你瞅瞅 而另一边的沙漠之神 为了强大自己 不仅取了守护神的翅膀 智慧神的大脑 还装上了天空之神的 另一颗鹰眼 这全神上下 buff套得满满的 现在是不是 全世界我最牛 全世界我最帅 沙漠之神的野心 还不仅如此 跑到他爹太阳神那里 抱怨之前的种种不满 但他误解了 太阳神的用心良苦 只是想考验他 最后是要传给他 太阳神位置的 说那些已经没用了 你现在就退休吧 一刀下去 太阳神也领了盒饭 还夺走了太阳神杖 为了重建 自己的世间万物 他用神杖 召唤宇宙巨兽 来摧毁现在的世界 时间仅任务重 大脑和天空之神 偷偷潜入了宫殿 先来个突然袭击 跟谁俩呢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最后还得是 靠大脑的职业本能 顺手抠下了 沙漠之神头顶上的鹰眼 丢给了天空之神 和鹰眼一起 大脑也要从高塔掉落 天空之神 陷入了选择困难症 一边是可以 恢复法力的鹰眼 一边是帮自己 一路走来的凡人 最终他还是 选择了救大柱 因为天空之神悟了 悟到了太阳神爷爷 对他亡者之心的考验 就是保护子民们的责任 顿时 天空之神恢复了神力 救下了大柱后 法力大增的天空之神 与沙漠之神 展开了决斗 毕竟天空之神的 翅膀是天生的 沙漠之神的翅膀是祖的 灵活性就差了很多 毫不犹豫地 干掉了沙漠之神 夺回了太阳神杖 送到了太阳神手里 太阳神满血复活 世间又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 天空之神也恢复了鹰眼 但是大柱还是 因受重伤领了盒饭 把他和小花 安葬到了一起 此时太阳神都亲自下凡 为了奖励天空之神 所做的一切 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 没想到他只要 把大柱和小花复活即可 这个简单 就这样 大柱和小花又在一起了 天空之神 重新继承了王位 爱神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天下太平 到这儿故事也就讲完了 不得不说 这古埃及的穿达 又省料又好看 画面炫酷 剧情一般 但如果有和我 一样爱好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战神权力之眼 就全到这里 还是一看一看 更多欢乐 请大力关注物语社 与我们呼哈唠嗑 咱们下期再见